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利用電速管 等於是因極射線 電子跑出來以後給它加速 電子速管 跟赫姆或是線圈來測量電子的赫子比 這假設電壓,電子打出來的話 它就有動能的EV 打進來以後再打入均勻磁場 這均勻磁場是由赫姆或是線圈造成的均勻磁場 他要來測量這個赫子比 之前我們有推出一個公式 公式就是 32μ0平方 m平方 r平方 i平方 v r平方 v v就是電子速的電壓 加速電子的電壓 所以 它說 則 e若調整 陰底射線 與陽極間 電壓 增為兩倍 就是v增為兩倍的話 則 圓周運動半徑 變為幾倍 因為這是固定值 電子的赫子比是固定 這是常數 其他也都是常數 所以v跟r是乘正比 也就是v跟r乘正比 圓周半徑沒有幾倍 就是說r是根號v乘正比 現在v變成原來兩倍 所以r變成原來多少 r變成原來的根號二倍 所以變成原來的根號二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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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第一小題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是說 若調整 亥姆後支線圈的電流增為兩倍 這電流增為兩倍 則原作運動半徑變為幾倍 增為兩倍,其他也不變 所以這個是r r平方與i平方乘環比 也就是說r是跟i乘環比 跟電流乘環比 他現在說電流增為兩倍 所以r就變成原來二分之一倍 所以r'等於原來的二分之一倍 所以答案是二分之一倍 現在我們可以對外面的根號二倍 好,是要做到一倍 對,我們也要做到一倍 好,是一倍 好,是一倍